從消防機場入境 那過程都完成她一些相關的一些通報 所以安排了居家檢疫 是她美濃的住家 那這位女性在8月20號之後 她每天都有進行相關居家檢疫的一些了解她的設計狀況 那這部分是由李幹事在執行 那到前天都沒有問題 那到昨天下午的時候 她同宿得理 那發現到說怎麼姐姐沒有死亡 那這部分去做個了解發展已經在地上 那這時候有通宿我們的相關的消防單位 警政單位到現場了解 那個案已經死亡 那這部分目前我們的處理方式 已經將大體送到我們的第一房 好事件 那今天早上 我們剛剛接到地檢組的通知是 4點半以前會完成採檢 那按照這個數字的話 那對於我們個案在這種情況下 有沒有跟新冠會員有關的一個死亡原因 這個部分的採檢結果 預計在今天下午應該有這個結果出來 那以上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大約20 所以她已經居家檢疫13天 即將解除檢疫之前 那有關於個案地理的嗎 那個案地理是同住 那因為她入住的時候 我們是檢視她的一個居住環境 是同意拆佩居家檢疫 她是一人一事一味的狀況 那跟她的地理是不該住 好 這個因為我們也考慮到這一點 雖然一人一事一味 基本上已經符合我們這個居家檢疫的狀況 可是我們還是要關切 因為這個居家檢疫是跟我們 COVID的出現有關 那第一個是我們案地理前 是因為家裡面塗造這個居變 那甚至我們在做一些關懷 那當然對相關的傳染病 部分我們也做一些協助 那按照我們目前的一個相關的規定裡面 所以我們會等我們這個個案 它的一個採檢結果再做 或許下一步的一些 進一步的一些 避忘工作 你剛才是怎麼做 最後是跟她結束 有什麼一樣的 沒有完全沒有一樣 這13天當中其實基本上 從我們整個報告裡面是 個案的身心 身體狀況都不錯 都沒有什麼特殊的症狀 因為個人有溫性病 對對對 那再次的部分 你會不會來接受說 有沒有什麼 他有自己的一些藥物在使用 他本身 長期也在接受一些治療 那這個部分大概 我們了解是說 並沒有因為藥物缺乏 而產生了問題 所以基底支援會比較 目前雖然它並不符合 我們居家檢疫隔離的定義 但是我們還是做適當的 一些協助安排 讓這個案例很深 因為她現在的身心狀況 也需要一些官方 所以我們就 因為比較好的安排 那也協助做好 防疫的工作 最後已經安排好 居家檢疫的法治的SOP 大概是怎麼樣 更流行 居家檢疫的SOP 基本上它在入境之前 會有相關的申請 那當然也包括居住地在哪裡 我們要先做一些了解 那居住地是不是符合 我們剛剛講的 一人一事一位女的條件 那當然其他 家屬的狀況 照顧的狀況 譬如說 我們有提到 像 家中有長者慢性 一或六歲以下的 小孩的部分 那這部分當然不適合 有居家檢疫的一個 居住在原先的家庭裡面 那些都會安排在防疫的部分 那入境的時候 完全探討這些東西 也提供好之後 那這個部分就是 居家檢疫 那居家檢疫過程裡面 包括 電子 我們的手機 電子威力的啟動 讓我們看 每天的一些 我們旅干室的一些 官方 了解它的一個狀況 這個都有 那現在居家檢疫的對象 還有什麼 目前我們居家檢疫的對象 大概2000位左右 昨天的 全面數是 200050 這是什麼意思 剛剛因為它有管理嗎 對 對 現在的管理是跟它居家檢疫 那有 那種 大概可以進去 是 那 主要是它整個 離婚慢性病其實很多種 那我們會考慮它的一個狀況 如果離婚的是喜盛的話 當然不是這樣處理 那 基本上我們評估後 它的離婚慢性病的情況 不算其他自我照顧其妖的部分 都OK 你以前會牽涉的個案 對於電子危機的這個部分 好像有點不同 但你這個部分 有機會嗎 這個個案其實是 目前並沒有 因為 目前電子危機最大 都總是包括說 他如果住在高樓層 那訊號會飄定等等這些 那至少 我們了解整個紀錄 包括 整個流程裡面 那訊號的肯定會 這個個案 他住的地方是沒有問題 其他的其他地方是 有問題 那個 當然都會 因為是住在高樓層 高樓層都會有這樣 那他會做正善的確定 那 因為這樣子做 有其他的一些 他們會出去做一些反差 那 會做相關的一些了解 那這個部分 目前 我們高雄市 到這幾天 基本上沒有特殊的案件發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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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電子危機的 那個 電控如果有出問題的話 是我們不管去警察 那 就要檢疫的部分 那個方式 是我們的 理幹事在執行 對 這樣好 天天 8月20號 8月20號 你看20號 20號 對 8月20 8月20號 小港 機場附近 然後30號 沒有 馬上就可以了 我正確信錯了 是 抱歉 西風口上面應該是 8月20號才對 不是30號 所以他已經居家檢疫13天了 8月20號 20號的話算了 欸 20號30號 9月30號 9月30號 抱歉 這邊給我錯誤 8月30號 對對 8月30號 是這邊給我的錯誤 是這邊給我的錯誤 下午之前 因為今天早上的一個 剛剛BJ組給我的通知 是 10點半之前 會有完全採檢 10點半 今天早上 完全採檢 法醫完成 就有相關 那因為 如果按照我們的 基本的作業流程 那10點半之前 有完成採檢 那送出的話 那 因為按照我們那個 RTBCR的一個速度 上機的速度的話 下午 在晚上之前 應該就會有一個 出這個報告出來 那 那 這個部分 因為 這個就是這樣子 那 那現在倒是說 因為在行政巷的時候 是會有其他的一些 法醫認為 比較複雜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就 靜待 我們那個 檢查官員的事情 好 我們個案是 8月30號 從小港機場入境 那入境之前 他已經完成了 相關的申請 那也開始啟動我們的居家檢疫的部分 那居家檢疫的地點是在我們高雄市的美容區 那從8月30號到9月的11號 中間這13天的過程裡面 那我們的整個 居家檢疫的相關的一些 電報 以及相關的一些資訊 它都是一個主義健康的狀況 那他的案例 在事發之後告訴我們 那姐姐在這過程裡面 也都屬於 健康沒有什麼 特殊的病痛的一個狀況 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 所謂的沒有什麼病痛 是指因為我們 COVID的一個症狀 差異非常大 如果看那個我們 症狀疫情準備中心 公布的一些 要臨床醫師去注意的症狀 其實項目非常多 那個意思也因為著症狀 所以他所有的病痛 大概我們都會症狀 好 所以去注意 但所以 我們講的是沒有什麼 就是他屬於 完全就是沒有 不舒服的狀況 在補充什麼東西 所以最快這是一句話 今晚的錢 對 除非他整個 今天早上發育在 體驗過程裡面 有什麼 什麼樣的狀況 數個那個採檢會 也會 沒辦法十點半 這我們就 但是按照目前 他們在進 幾個 十點半之前採檢 然後送到我們的檢驗室 檢驗室 檢驗室 在做RDPCR的時間 應該進完之前 就會有進 他有那個 指定的檢驗室 檢驗室 檢驗室 我們那是醫院的檢驗室 一定在高雄檢驗室 所以正常是不是晚上 是公平的 沒有什麼 特殊的狀況 如果 應該基本上可以 那 因為那時間點 應該是這樣是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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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如果這邊有別的客人 還是 這樣 要不要 是不是要 那個有另外一套 處理的方式 那 這比較特別 請 決定我們送一下 如果是有一些 像 比較重大的 關心病這個部分的話 那在 即便是居家檢驗期間 但仍然會有一些 需要就醫的需求 包含是 我們要騎 救護車送到這個 指定的這個 騎乘的場域 那 因為騎乘的部分 大概是每兩天 會騎一次 所以這個會變成一個 常規性的作業 那在騎乘室的要求 這個部分 也會 進行必要的一些感動的區隔 那這樣的區隔呢 那就包含了 我們可能在醫院裡面的動線 以及床具 還有照顧人員 這一部分的教育訓練 還有它相關的一些 器具的這些 規範 那這個都是在 我們在之前就已經有 經過這樣 再安排一個規模 這一點在台灣的 身上 身上病醫學會 基本上 整個病床的質疑 都在之前都已經 建置好了 所以 會不會用LINE 就讓他 試出一些 確保他的狀況嗎 一般是打電話為主 那 如果他說 電子圍裡沒有問題 然後 他也 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的話 那當然 就不會做盡量的 像這個 他是有一個 過程的時間 防釋嗎 對 按照他那個 防釋的台程序 去做出 對 這個底幹是他們的 然後會在 每天的兩點之前 就會在我們 系統裡面 去登錄他 對 如果進行防釋 他防釋的結果 如果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然後這個大概都會 就是定的 可以收 那目前我們 查閱這個 個案的部分 他是都 過去 對 大約一三十號 入境之後 到 前天都是維持這樣 都沒有問題 沒有異常 對 這一定要打的 對 應該是他的 他的台程 或是他的一個工作的內容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好的 好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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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所以,是Savari Peace, 做一次吧 是, 因為是, 五八六年, 市長, 打開一個, 市長, 開一批 這要不太多 這要不太多,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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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市長,市長, 市長, 市長, 市長 市長,市長,市長, 市長, 市長 請客